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 我是幸福的眼赖 前几天收到一款来自兰宝厨房的新品多功能电煮锅 这款锅子的功能还是挺丰富的 可以蒸,炖,煎,炒,熬粥 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有个升降功能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使用场景来测试一下 这款多功能电煮锅到底好用不好用 我们先做个关东煮 这个关东煮我在几年前只写过一篇图文的博客 刚好借这次机会把视频内容补上 先来做关东煮的汤 需要用到昆布 昆布剪成小块 然后用一块软布擦掉表面的杂质 昆布表面的这些白色物质是在生产中产生出来的营养物质 千万不要把它擦掉或者给它洗掉 稍微擦一下表面的尘土就可以了 然后把昆布浸泡在清水里 至少要浸泡30分钟 这个时候可以处理关东煮的食材 大白萝卜一根去皮切块 切好块的萝卜 我们要把这个棱角给它削掉 因为在煮的过程中 萝卜之间要相互碰撞 棱角会撞烂 这样这个汤也就不那么清澈了 这样在煮的时候没有棱角 萝卜就不怕被撞烂了 昆布泡了30分钟以后已经都完全打开了 就可以放到火上去煮了 放在火上用中小火煮10分钟 在这10分钟的时候不能让这个汤煮开锅 等10分钟以后转大火让它煮开 然后马上关火把昆布捞出来 昆布不能煮时间太长 一般就是10分钟 不然会产生粘性与腥味 会影响高汤的美味 昆布捞出来以后再开中火放牧鱼花 中火煮两分钟就可以离火了 牧鱼花也不能煮的时间太长 要不然腥味也会比较重 两分钟到了就马上离火 放在一旁静置 让牧鱼花自己沉下去 现在这个牧鱼花已经都沉到底部了 就可以把这个汤绿出来了 找一个大盆 上面放一个筛网 然后再放一块纱布 把汤倒出来 再挤压一下这个牧鱼花 让多余的汤汁也流出去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盆清澈的高汤了 高汤可以先放在一边 我们来处理食材 萝卜放入开水中 用中小火煮10分钟 捞出来的昆布也不要扔 把表面的粘液擦干 然后给它切成条 再打上结 这个也可以作为关东煮的食材 如果不擦粘液的话 打结的时候就非常滑 我就是给你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切段备用就可以了 我还买到了一块鱼糕 给它切成三角形 然后就喜欢什么食材 买什么就可以了 今天家里要来人 我就多准备了一些 我准备了一些牛肉丸 海苔鸡肉卷 蒙鱼丝 笋姜 煮熟的鸡蛋 蟹粉包 豆腐包 香肠 这萝卜煮了十分钟 可以用筷子试一试 筷子可以插套 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再换一锅水 因为煮萝卜的水里有味 把水煮开以后 把所有油炸过的食材 都放进去 煮个一分钟 这样可以给它去一下油 关东煮吃起来 还是比较清淡的 不会太油腻 像这个豆腐包 还有鸡肉串这些 基本上都是油炸的 给它煮一下 锅一下水 去去油 材料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煮关东煮了 把这个火锅放在机器上 然后放上笼屉 把刚才做好的日式高汤倒进去 如果家里人多的话 这个高汤就多做一点 我这次是做的比较多 平时要是家里两个人吃的话 我就做这个材料的一半 再放入味淋 日式酱油和糖 日式酱油我放的 就是我们平时吃寿司的 那种日式酱油 超市基本上都可以买到 先盖上盖子 开大火 把汤煮开 开锅以后就可以放食材了 哪个食材耐煮 就先放哪个 可以先把萝卜下进去 然后各种生的鱼丸 牛肉丸 香肠 昆布 笋尖 这些都可以先放进去 先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 看这个现在已经开锅了 转小火 小火慢慢炖着 炖15分钟 15分钟以后 再放第二批材料 就是稍微不太耐煮的材料 鱼糕 鸡肉串 像这些都是熟的 就不用煮太久了 抹鱼丝 豆腐包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太贪心了 这个锅都快放不下了 已经满满当当的了 我还在往里放 尽量让食材都泡在汤汁里 这样会比较入味 再煮15分钟 然后这些材料就都煮熟了 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以后再把鸡蛋放进去 这个时候最好先别着急吃 让食材在汤汁里多泡泡 让它多入入味 可以泡个俩三小时 等全家人都回来了 再重新开火加热 然后就可以大家一起享用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 除了吃火锅 偶尔也可以变换一下口味 全家人坐在一起 享受一顿热乎乎的关东煮 也是不错的 吃的差不多了 锅里的东西不好捞 就可以把这个蒸笼生上来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 不吃的时候还可以把食材 再继续放回汤里泡着 除了吃火锅 还可以加热个馒头呀 包子呀 蒸个红薯呀 玉米呀也不错 下面这层也别浪费 用剩米饭熬点稀饭 把这个生酱杆生上来 蒸笼放在上面 蒸个红薯 鸡蛋 玉米之类的 一锅就搞定一顿早餐了 它还有两个另选的配件 烤肉盘和煎饼盘 把这个火锅拿下来 把烤肉盘放上去 然后就可以跟家吃烤肉了 我本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锅的 推荐给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 点赞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